好我想今天大家很多都很关注这个英国的选举 那么呢在刚刚稍早最新的消息呢 是这位英国的工党领袖施凯尔 他已经在白金汉宫获得了英王查理三世的任命为首相了 那么这是在刚才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发展 但事实上呢在这场选举当中 当然呢我们要问 这位英国的工党领袖施凯尔 他能够坐在位子上坐多久 当首相他能当多久呢 因为大家还记得他吗 就是英国史上最短命首相 任期只有49天的Listros特拉斯 特拉斯事实上也参与了这次的选举 只是他选的是议员 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短命的首相当完下台了之后呢 现在竟然是连个议员他都选不上了 您看在这一次呢 就连很多的外媒都说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失败 或甚至像是这个CNN都说 这对于短命首相来讲是史诗般的失败 而我们也看到他在落选了之后呢 他还拒绝发言CNN的描述 说他跟其他的候选人站在一排 您看他在这个最旁边的位置 结果呢他后来啊离开了这个讲台就下台 下台来往那边走的时候还要试图保持脸上坚定的表情啊 所以你看有多么难堪就有多么的难堪 当时大家是说他输给了那包心菜 结果现在呢连个议员都没有选上真是难堪啊 赖老师 确实很难看 因为曾经担任过执政党的党主席 而且也是英国的首相 只不过他是最转变的首相 这代表什么 代表英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有问题了 因为当时他们并不是整个国会解散 他是强身有绯闻缠身 然后已经受到不信任了 后来党内爆发了政变 把他推翻了 推翻以后马上要推一个新的党魁 因为谁是党魁 谁就是这个首相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保守党在国会里面 他的票数还是最多 超过二分之一绝对多数 所以谁是党魁 谁就是首相 可是我刚刚讲的 英国的政治本身出了问题 是因为英国的政党 他们的党员人数真的是很少 非常少 而且会去投票的人数少之又少 在当时在投票 就是党员在投票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老白男 年纪很大的 白种人 男生主要去投票 十几二十万人 就决定了一个几千万人的命运 你说这个荒唐不荒唐 很荒唐嘛 所以这一位完全讨好于老白男的 走民粹主义 新纳粹的 极右的这一位 这个保守党就是特拉斯 他就选上了 选上了以后 他实在是熬不住 撑不住 那当然就下台一举功嘛 所以我们看到 他就是史上 所号称的最短命的首相 那这次难看的地方是在于 连他自己的一个选区 他的选区并不到 因为英国的人数 你各位想想 我们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一百多席嘛 那英国六千多万人 六百三十席 所以以比例来讲的话 那英国的选区比台湾小很多 结果他还败 而且还输给工党 各位想想 他颜面当然很难看嘛 好 所以这非常难堪的一个结果 那刚刚大家也看到嘛 他就这样子悠悠地走下台去了 但是真的还要保持一个镇定的微笑 不过介大使事实上呢 我们不仅是看到这个 Luz Truss 他这个输 输了这个选举 其实呢 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说 那这位施凯尔呢 他现在要正 已经被证实任命为新首相了 那么我们也要问的是说 那接下来 他要把英国带上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那这次呢 BBC的预测 那当然了 这个工党的获胜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那大家当然也对于 他的这个个人背景 也是蛮好奇的 甚至还有人讲说 是一部片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BJ单身日记 是以他作为原型 那么呢 他现在啊 已经超过60岁了 可是呢 他现在要担任这个职务 担任英国的首相 那他将会如何表现 尤其是大家也关注的 就是接下来的对华关系 会怎么走 杰大师 当然工党 就是说跟保守党 最大的差别 跟美国民主 跟国防一样 一个大政府 一个小政府 所以当时这个保守党就说 你们投给工党 你就小心了 他上来什么都不会 就会加税 是 对啊 然后呢 增加社会福利啊 那增加整个这个 这个企业界的负担嘛 那这个事实上的话 这个 政府是最 最无效率的一个 财务分配的一个机构 中间就增加社会的 这个什么成本增加浪费 那我也觉得 这样讲法是对的 这时候英国 事实上要救他的经济的话 事实上 工党能够提出什么 我不认为能够提出什么政策嘛 对不对 那除非把工党搞成什么一样 搞成跟美国的民主党一样 他公然补贴产业啊 对不对 他不去救这个社会基层 他去 他去不是劫富济贫啊 他是劫贫济负啊 美国的 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民主党 在拜登领导上 就是这样子啊 那英国能够这样做吗 我觉得英国对于这个 所谓的这个左右 政治的左跟右之间的 奋纪还是比美国清楚很多的 概念也比较清楚一点 那为什么他会当选呢 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 保守党做太烂了 那为保守党做太烂 他也没有什么做 而是什么呢 而是英国经济太烂 英国经济事实上的话 他们比 虽然就是说 欧洲经济普遍不好 可是英国的比 德国法国都差 有一个统计 就变成就是说 中产阶级 同样的中产阶级 那么 英国的中产阶级 这一类别的中产阶级 它的平均收入 比德国的中产阶级 少20% 那它比法国的 比法国都差 的中产阶级 平均收入少9% 所以英国经济 本来大家都差 它最烂 那最烂的时候 当时这个保守党 对不对 拿不出 拿不出良策 对 那么虽然这个通膨 有一点点改善 可是呢 整个的国家的这个 效率跟怎么讲 经济 没有看起来大幅改善 老百姓还是觉得 生活越来越 越来越不好 所以你经济搞不好 你当然选不上 因为选票 不会投给你 他是对手太烂 对 所以就轮到他去 看他会不会更烂 是 好 所以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英国这场选举 现在已经 大致底定 反正结果已经是揭晓了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的英国变天之后 那么当然就要等着来看看 11月的美国的这场大选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可能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